最近听说 Joho 好像找不到工 是吗 好像有这个新闻说 Joho 很多人失业 对 他爱意慢慢会感应到的 整体国家的国运 因为我觉得大家都很担心 因为我们换了政府过后 每个人都很期待我们的新政府能够 把我们的这个国家辞职债务降到最低了 因为我们的政府很喜欢讲国债国债 他每次都说我们的国债很高 这样子我们的这个2020年也就是我们的 宏愿年 我们以前小时候就被灌注2020是先进 这样子我们在2020年我们整体国运 会不会比2019年好呢 那如果是 相信回答 这个如果我们论流年它的飞行 那如果我们论的这个是叫做大环境 那大环境就是马来西亚就是 二黑呢 二黑就是一颗雄心 它是并浮行 它是落在南边 嗯 啊 落在 Johor 那一席的 嗯 所以最近听说Johor好像找不到工 是吗 好像有这个新闻说Johor很多人失业 对 爱意慢慢会感应到的 加上明年呢 是呃 北冲南嘛 四五冲嘛 嗯 那南边是被冲到 嗯 被冲到再加上这个流年的雄心 嗯 啊 那就可能的那个运程或者什么都比较输一点点 嗯 所以只是在南方吗 我们KR OK吗 KR 其实都比较OK 因为它来的是一个九子星嘛 嗯 那在西边 那九子星它是熟火的 嗯 所以它是熟火我觉得都可以啦 一切的呃生意呢都要跟科技挂上关系 是我觉得现在所有东西都离不开科技 就连我们的风水师 现在我看到很多风水师 都是用这个Apps啊 Apps啊 或者算命师啊 你跟他算命开其实是用那个Apps来看 用Apps来看 一开就是那个命盘就会跑出来 对 就不用用通声了 不需要 不需要 哦 其实 就连那个罗盘其实也可以用那个指南针 指南针 但是啊我们的罗盘呢就会比较准确 因为电话的那个Compass 嗯 指南针电话的都没有那么准确的 它会跑一些度数的 嗯 对对对 OK 刚才说到整体的果月 嗯 所以总结一句你说会不会比较好 呃 如果是这样子看的话呢 啊我觉得会比较好的 因为我们西马嘛 西马其实啊 整个经济体 那如果它九子星过来的话呢 它是一刻的方式 嗯 嗯 因为这个活克经嘛 嗯 因为经济面嘛 所以我们 所以如果我们要创业的话敢敢创啦 哈哈哈哈 这样是要看情况啦 因为创业也是要看情况 也是要看行业 有没有说 2020有什么行业是特别好的 是科技行业吗 科技行业这是一定的 一定的啊 一定的啊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在2024年开始 可以说全世界整个世界的运盘呢 我们都会跑到了九运 九运 九运 九运也就是我们说的九子星 嗯 九子星呢也就是 嗯 它熟火了嘛 那跟火有关系的这个行业呢 都会比较旺盛一点点 跟火有关系是什么行业 好的就我们比如说F&B啊 哦 然后还有就是科技咯 电力 饮食业 电力 电力也算 电力 Solar 我觉得我看好Solar这个行业了 嗯 这样子YouTuber 哈哈哈哈 YouTuber Of Course啊 YouTuber Facebooker Instagramer Tiktoker 都是科技啊 都是科技 所以继续做就是了 就好像我们 好像我们 Nexcel风水师 都是比较传统的一个行业 那也必须要靠 YouTuber 或者是 你遇到我就对了 对啦 出去就很多人的资讯 对啊 哈哈哈哈 所以都是科技那方面 一定要配合的 好这样子我希望 我接下来的流年 都可以过得很好 对 我也希望大家过得很好 好 你们还有东西要补充吗 好 在这里我先跟大家 呃 拜个早年 嗯 拜个早年 恭喜发财 步步高升 万事如意 好这样子呢 我也在这里祝大家 心想事成 财富数不尽 健康俗尽 嗯 好这样子我们今天的这个病病有理呢 就到此结束啦 那如果你喜欢 Gilbert 的话呢 也欢迎到这个 来介绍你的 专业 你应该有自己的专业和网站之类的 啊对对 我有自己的网站呢 所以我的网站呢 wwwgilbertnch.com 对 好里面呢 有我的insta 有facebook 有我的电话号码 你们都可以直接找到我的 好那如果你喜欢今天这个视频的话 就记得 就记得点赞分享以及订阅我的频道 我是冰燕正冰燕 我们下个影片见 拜拜 拜拜 再见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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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再见